接下來就是說我今天已經讀進來了 一個print 一個s 它是這樣子 可是它現在是一串的字串 所以我必須怎麼樣把它分開來 因為我不知道幾個成績 我一堆我就輸入 所以我們接下來可以用什麼方式把它做切割呢 我們可以用s裡面 s是一個字串 字串裡面有一個 function 所以你會把s點有沒有 底下就出現一堆的這個 function 那這些 function 的話呢 就是有關那個文字類的相關的 function OK 就它的函數 那其中的話有一個叫split s開頭的 其實你輸入s就出來了 split有沒有 然後呢它會跟你要 其實只要給它一個參數就可以了 什麼樣的參數呢 就是你要用什麼當分隔符號 那這邊的話我要逗點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已經切割 不過特別注意哦 切割完之後它有個return值 也就是說呢 它會幫你切割完之後 那切割了之後的話它會變成分成好幾個資料 所以呢 我們變成說如果要切的話 記得哦 你要前面一定要把它一個串列給它 那串列的話我們一樣叫scope好了 scope等於 有沒有那scope之前我們是用中瓜糊嘛 實際上它切過來的東西 就是一個中瓜糊 讓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把這個scope的結果把它print好了 print到這裡 所以我把它切割 然後把scope把它print出來看一下結果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有沒有 它就幫我把它切割了 本來是這樣一串對不對 它就經過什麼 切豆點 所以呢它就怎麼樣 幫我切割開來之後的話 那就變成一個一個的文字了 而且是放在那個中瓜糊裡面 但是這個地方有一個 有一個地方必須還要再修改 哪個地方呢 你們有沒有特別注意 它前後都會有單引號 那前後如果單引號的話 那表示這個雖然是一個數字 可是是一個文字 放在文字裡面的一個數字 它不是真的一個數字 所以你要拿它來計算 不行 那怎麼辦 一定要轉 那轉的話怎麼轉 你想說 轉換int對不對 如果你這邊 假設你這邊加個int 挖虎 有沒有 你想說int有沒有 這樣執行的話會怎麼樣呢 會不會ok呢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它會跟你講說 你 你是一個list list就是一個清單 那你現在int很棒 int只能做一次 是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要int的話 你變成你要把那個list裡面的資料一個一個給我 我可以個別的轉型 但是我沒有辦法幫你轉一個清單 ok 那怎麼辦 接下來的話我需要什麼 把它一個讀取一個一個的讀取 然後轉型完之後 再存回去 ok 所以等一下的話呢 我們就要寫一個什麼 寫一個程式就是一個一個的讀取 然後轉型完 存回去 它成是兩行 但是怎麼樣一個一個讀取 所以不要麻煩的地方就是一個一個讀取 這個時候的話呢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說 這個 到底有幾個人 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用len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個方法 用回圈有沒有一個一個讀取 所以這邊後面就是for回圈 for i in range 這個前面有寫過了 ok 所以是固定的 瓜糊 從第幾個 特別注意哦 正列的編號一定從0開始 逗點 到哪一個停下來 ok 特別注意哦 總共幾個我不知道 可是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len 去算一下 這個scope到底有幾個 ok 裡面的話 二、四 六、八 九個對不對 總共所以len應該是九個 有沒有 我們可以用len 假設這邊有九個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從零開始 到哪個停下來 到九停下來 哎 那你想說 那九 裡面九個要 ok呢 它當然停下來 所以這個應該是從零到多少 零到 八嘛 因為九停下來不執行嘛 那可不可以注意哦 因為它的編號剛好從零開始 有沒有 所以零 一二三四五六剛好到八 有沒有 所以剛剛好呢 我們用len 的長度 剛好就停止了位置 有沒有 零到它 總共的 這個這個幾個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加一個冒號 Enter 所以哦 我已經知道 它的編號從零到八 那你們 你們出了幾個 跟我不一定一樣 不過大概原理都一樣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把它轉型存回 怎麼樣轉型存回去 我這邊先把它改正哦 那怎麼樣把它 一個一個的讀 所以特別是哦 再來就一個讀取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Skull 哪一個呢 哪一個呢 第I個 所以I的話會從零開始 等於什麼呢 等於後面的話 一樣是這個 Skull的第幾個 但是後面這個不一樣 後面這個做一個轉型的動作 我們外面包一個INT 刮符 OK 這樣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是先讀到 比如說哪一個成績呢 比如讀到那個98的話 那我就把這個98 這個98 我就把這個第0的98 這個這個的字串有沒有 先放到這邊來 INT之後的話呢 它就變成98變成 98的數字 整數對不對 然後呢 再幫我存到哪裡呢 存到它這個的位置 所以哦 特別是這個是蓋過去哦 有點像副寫 原來的位置 所以呢 這個98裡面的那個文字 就被蓋到 這個98 所以原來裡面是放文字的 所以會被這個INT之後的蓋過去哦 所以這樣的寫法 意思是把後面的東西 蓋到前面的位置 覆蓋過去哦 所以哦 這個就是什麼 把裡面的 這個哦 串列裡面的值做變更 OK哦 這樣子 那寫完之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 在最後的話 一樣把這個結果printed 看一下有沒有轉型 不過這裡有個擔心啊 就是說哦 如果你用INT的話 假如你成績 因為成績輸入的時候 有時候會有小數點嘛 如果你用INT的話 它變成什麼 它就 這個小數點不見了 所以比較保險的話 我們可以換另外一個 叫 Evil E-V-A-L 因為如果你用Float的話也不對 因為Float會有小數點 那如果你用Evil的話 不管是有小數點沒小數點 它都會幫你保留 OK 我覺得用這個比較保險 好 那我們就完成了 所以兩個動作 第一個是切割 第二個的話是 把它一個一個讀出 讀出來之後的話 轉型存回去 讀出來 蓋過去哦 所以最後我們把這個Skull 把它print出來看一下 結果會不會是我們要的 執行 你會發現得到的結果呢 就會是全部幫我轉換成 數字的結果 OK 所以這個地方 那跟剛剛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把這兩行先 註解掉 原來是這樣子 這個如果沒有加的話 原來是 通通是文字 有沒有 加了這個之後的話 就是怎麼樣 幫你一個一個讀出來之後 轉型完成回去 就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 程式不多啦 但是一定要特別的小心 那這個部分的程式 雲端上也有 所以請各位自行參考一下 就這一段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 但是 這兩會兒 如果是不是 進去 我們可以做一下 它並沒有 好